謝謝主席 請詹偉邀請部長 我們請吳部長 江委員長 部長長 你們的這個業務報告大概點觸了很多現階段 其實未來要做的一些重點 當然很多都是挑戰啦、問題啦 不過重點還是在解方 不過在進一步問你們的一些解方之前 我們先請教幾個可能是很實際性的問題啦 第一個就是蔡總統今年有沒有要出訪 你剛剛是有提到疫情啦 很直接跟委員回答 就是說現在疫情不曉得在今年年底之前 能不能告一個段落 如果說疫情沒有告一個段落 我們外交部這邊是不會做安排 所以疫情是他出訪的重要的一個考量 對沒有錯 好 那這個如果疫情趨緩了 優先要訪問的對象是誰 我們現在沒有做任何的規劃 還沒有規劃 還沒有規劃 那再過幾天 這個帛琉總統要過來嗎 他要親自推動那個旅遊泡泡嗎 是 那蔡總統有沒有要過去 如果說有必要到柏柳去訪問的話 我們會安排 但是到目前為止是因為柏柳 所以有這樣的可能嗎 蛤 我不認為說在這個階段是有可能 如果說總統要到南太平洋去訪問的話 不應該是只有去訪問一個國家 畢竟我們在那邊有四個邦交國 所以即便是推動旅遊泡泡 但是出訪去柏柳也是會搭配整個南太的出訪 是這樣嗎 是 如果去的話應該是這樣子搭配 那目前是還沒有這樣子的規劃 所以你也不排除他可能會到柏柳 然後以這個旅遊泡泡的方式過去 是沒有排除但是現在沒有這個規劃 好 不排除但沒有規劃 是 那另外我請教一下部長 今年的WHA我們有在準備嗎 因為拜登上來第一天簽署的就是 停止退出WHO 是 那所以今年的WHA什麼時候辦 應該也是在五月 也跟委員報告一下 就是說有關於今年五月的那個WHA 我們外交部這邊也在積極推動當中 有沒有機會以觀察員身分參與 這個部分我不敢說 不管是線上還是說實體的會議 這個部分我還沒有辦法說 但是我們跟理念相近國家 包括美國、日本等 這方向上你是不是往這個方向在努力 當然我們是往這個方向在努力 但是我們跟理念相近國家之間的這個合作已經開始了 因為畢竟我們中斷了好幾年了 然後現在又正值這個疫情的期間 WHO對我們的還是非常重要 所以WHA參與 我覺得還是很關鍵 那這部分我們也是要求外交部應該要盡全力 尤其現在美國既然停止退出WHO的話 那WHA我覺得它應該更應該支持我們去參加 但是外交部有沒有再努力 我覺得這個我們就要看後續的狀況 那再來就是說 現在美國跟中共之間 在這幾天 這一個禮拜發生了很多的事情 很多的外交的往來 那包括二加二 日韓的二加二 然後阿拉斯加的會談 然後中共會談完之後回去 俄羅斯外長又訪問北京 所以這些還有包括歐盟 歐盟的跟中共之間的這個相互的制裁 這個都情勢都在演變當中 那其實也蠻複雜的 但是如果我們跟過去的川普時代去比較的時候 川普他的對抗比較屬於是美國跟中共之間 但是現在我們看到拜登的起手 是很顯然他是走回一種結盟的態勢 當然還沒有會不會結盟 我們不知道還是個案結盟 這都有待觀察 那我想請教部長就是說 這是一個外交情勢的大轉變 那台灣的這個立場 中華民國的角色跟立場 你們有沒有重新做評估 重新做界定 雖然你劈頭就講說還是踏實外交 當然啦 外交一定是要務實要踏實 這我們都知道 策略上面 角度上面 觀念上面 你有沒有做一些改變 跟川普時代的 跟川普時代的 我想委員剛剛講的這個真的是非常好 就是整個國際局勢的這個變動當中 我們台灣必須要去把持我們自己的這個角度 把持我們自己的這個國家利益 來做分析研判以及政策的這個參考 那剛剛委員有提到2加2 2加2 每日2加2的這個共同聲明 跟以前完全不一樣 可能委員有注意到 就是除了開頭之外 接下來一整段就是針對中國 那個你不用跟我說明 我都知道 那我現在只想請教部長說 這樣子的轉變改變 當然未來還有一些不確定性 是 但是我們有沒有再做一些調整 或者應該要做一些調整 我舉個例來講 就是說 過去政府的這四五年來 我想 蔡政府的外交政策很清楚 就是親美抗中 這是很清楚的 也不是這樣子 也不是喔 所以是什麼 是親美河中嗎 不要礦一個符號 就是說跟美國之間的關係 這個是我們 屬於我們國家的這個重大的利益 所以這是一個策略 我剛剛講的是策略 你的戰略是什麼 還有你的路線是什麼 因為這會影響到你 下面要做的這些事情 所以我才說 大環境的改變有沒有影響 過去四五年來 普遍讓外界覺得是親美抗中的路線 會調整會改變 因為畢竟美國跟中共之間的 這個角力跟對抗 或者對峙 在未來大概不會馬上消失 對 但是可能內容會做改變 可是那個大環境大概不會改變 對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底下 中華民國 我們應該在外交政策上面 做什麼樣的調整 因為畢竟在他們的對抗之間 我們有機會啦 當然也有挑戰 所以要看你怎麼樣突破 對 所以我才問說 那這個策略上你還是維持過去四五年來的路線嗎 還是說你會做一些調整 在這邊還沒有辦法跟委員做說明 但是我們在觀察整個國際局勢 是非常仔細的在觀察 那除了剛剛委員講的這個國際的大局勢之外 還有面對中國對台灣的威脅和挑戰 那我想這一部分委員也對外做過說明 那有關於如何來面對中國的這個部分 除了說我們希望能夠跟中國之間有機會來進行協議 但是中國對我們的這個威脅 這個是我們必須要面對的 簡單來講 這個是沒有辦法迴避的 應該說啦 就是說在這一個他們的對抗跟對峙或者競爭當中 我們的態度是選邊站 還是說我們的態度是我們要當他的橋樑 有沒有可能 還是說有沒有其他的選項 我覺得這是一個路線的選擇 戰略的一個方向上面的選擇 不過我想委員是一個很著名的一個國際關係協責 可以說有很多這些不同的說法 你比較著名啦 那但是那個我們沒有辦法說用一個符號 然後我們就朝向這一方面單一方面來走 但是這個是在思維上面跟路線上面 一定會影響到你接下來你在某些事件上面 你採取的是什麼樣子的一個行動 我們有很多的彈性 但是一個是不變的 就是說我們國家利益優先 這個是絕對不會變的 國家利益優先 那我請教一下那個部長 這個TIFA的問題 還有FTA的問題 這是國家利益 這絕對是國家利益 是 台美FTA 因為從過去到現在 從川普到現在 包括你剛才的回答都說 因為沒有副代表 所以沒有辦法談台美FTA 老實講 我不買單這樣的解釋 是 我也覺得這樣的解釋是毫無邏輯 什麼叫沒有貿易副代表 就沒有台美FTA 應該不是這樣子 而是台美FTA 是不是在美國的優先名單上面 是 這priot list上面有沒有我們 部長有沒有 我們都在爭取當中 現在不是 所以還在 因為他們的那個整個貿易政策都還在檢討當中 還沒有一個新的貿易政策 那我們該做爭取的我們都做爭取的 因為 你看 蔡總統連萊豬都開放了 那還沒有在priority list上面 所以不能夠拿沒有副代表 來堂塞這件事情 沒有堂塞啊 我覺得這個事情的解釋不能以說 他們沒有貿易副代表 所以呢 好像台美FTA就沒辦法做 中議員 美國中議員今天又23個又出來連署了嘛 對不對 又呼籲了嘛 所以這是一個行政部門他的政治上面的態度 他要不要把台美FTA放在美國對外政策的重點 雖然 拜登曾經講說 在沒有搞定國內之前 他不對外洽遣這些 但是你還是要努力 因為這個還涉及到什麼 CPTPP啊 未來有可能美國又回到TPP來啊 那如果我們又沒有CPTPP 又沒有台美FTA 那請教部長 有沒有TIFA啊 我們正在爭取當中 希望有關於TIFA的那個 因為TIFA已經五年了啦 涉及到TIFA的這個 2016年10月到現在 現在2021了 快五年我們都沒有召開TIFA 我們在爭取當中應該有機會 有沒有把握是今年 應該有機會 應該有機會 所以你也還沒有把握 所以我覺得像 FTA TIFA CPTPP 這些所謂的真正 我們的國家利益的事情 我覺得不應該有任何 這一種 我們覺得不合邏輯的理由啦 是 你只有 你只能夠全力以赴去拚 看看能不能拚得到 對 我跟你講 不應該說 誰沒有 現在哪一個位置的人沒有上去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 因為這從 從你看川普的政府到現在的政府 我們問的結果都是這樣啊 吳議員說得很好 因為 這個部分 我也要澄清一件事 像那個 像你們在爭取說要去推廣 推動那個CPTPP 那些公關費用什麼 我們都給你啊 是 但是三四年下來了 真的沒有進度嘛 所以不能怪說 國會好像在這些事情上面監督你們 刁難你們 那不是刁難 也不是說不讓你們做 而是我們要看到成績跟績效 因為我們都給你預算了 是 所以在TIFA跟CPTPP這件事情上面 你們真的要做出一些事情來 我們再做努力 我們再做努力 那外交部這邊就是說 還沒有到一個可以發表的成果之前 我們是不敢 但是不要講說 因為沒有毛衛夫代表 所以就這件事情好像就 就停住了 正式的TIFA 沒有辦法 因為這樣子可能沒有辦法進行 那委員剛剛講得非常好 就是這個邏輯要順 就是說我們要爭取跟美國 跟其他國家之間的自由貿易 我們也必須要去自我檢討 看哪一方面沒有做得很好 那我們也在做這方面的努力 這位請有機會 稍後也拍個專案報告 請他們來報告這方面的 再講清楚一點 謝謝 謝謝委員